Floppy 走开 Floppy 你瞧 Floppy的嘴里叼着球 想找人跟他玩呢 可是左边伸出三只手 让他Go away 走开 是谁叫Floppy走开呢 第一个说Go away Floppy 是Keeper Floppy嘴里叼着球 很有礼貌的 像个小绅士一样 把爪子搭在桌子上 请Keeper跟他玩 Keeper呢 头都不抬 右手画画 左手一挥 Go away Floppy 走开 Floppy 根本就不理他 Floppy来到院子里 上身趴下来 好像在说 求求你们 跟我玩会儿求吧 但是Biff Chip和邻居家的小朋友 跳绳跳得正起劲呢 他们说 Go away Floppy 走开 Floppy We are skipping 我们正在跳绳呢 Skipping就是正在跳绳 Floppy叼着球 过来找爸爸妈妈了 他们正忙着给车库们刷油漆 更加没有功夫跟Floppy玩了 还生怕Floppy 把油漆给弄翻了 连忙说 Go away Floppy 走开 Floppy We are painting 我们正在刷油漆呢 Painting刷油漆 Floppy的尾巴不再翘翘的了 眼睛也不再亮闪闪的了 小朋友 你觉得Floppy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虽然是一只狗 我也需要有朋友 Floppy Floppy球都不要了 扔在草地上 伤心地走了 这时 Keeper不画画了 Biff Chip和他的朋友们 也不Skipping跳绳了 妈妈爸爸也不Painting 刷油漆了 大家一起对Floppy说 Come back Floppy 回来 Floppy Floppy come back Floppy回来 Come back就是回来 大家围着他 一边争先恐后地和他玩 一边说 We are sorry 我们对不起 Sorry就是对不起 抱歉的意思 Sorry 大家都怎么用实际行动 向Floppy说Sorry呢 Chip手里拿着Floppy 最喜欢吃的骨头 Keeper拿着他的玩具兔子 Biff拿着他最爱的飞镖玩具 Floppy现在怎么样啊 他直接从地上站起来 伸着舌头开心急了 这时 爸爸看着妈妈 你猜 他们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想说 唉 Floppy就像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以后可不能冷落他了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 Excellent Let's play